经常往返苏花改的用路人可要注意了 为了避免部分驾驶人超速行驶等违规行为 华联县警察局特别在中人隧道 人水隧道建置区间测速 预计从26号开始就会恢复执法 要提醒用路人注意行车速度 迁无违规受罚以及发生危险 经常往返苏花改的用路人可要注意了 华联县境内苏花改中人隧道及人水隧道建置的区间测速设备 通过治安检测作业已经符合交通部治安规范 预计从26号上午早上8点开始就会恢复执法 那我们在2月26日就开始要执行区间测速 那主要的重点是针对超速 还有违规行驶路间跟进行车道 超速的部分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是储新台币1200元 那违规行驶路间跟进行车总进入隧道部分 我们将处以新台币900至1800元 那其中大型重型机车骑士 希望能够遵守速线行驶 避免超速受罚 那也希望在228廉假的期间 所有的驾驶人能够依循 我们隧道内的速线行驶 然后以为行车安全 华林县警察局也提醒用路人 塑花改中人隧道限速为70公里 人水隧道限速则50公里 而台九丁县59.5公里处至64公里处 建置的区间测速也已恢复执法 提醒用路人注意行车安全 且无违规受罚及发生危险 记者许立琴华林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